在这个世界上总是会发生许多无法解释的现象 然而这些现实又是真实存在的 而且屡屡让人感到惊奇 其中之一就是双胞胎之间的感应 他们彼此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他们的身上也会发生一些神奇的现象 让无数人都对双胞胎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 之前国外的一个博主 曾更新过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 故事是发生在马萨诸瑟州沃斯特的纪念医院 据了解曾经有一对双胞胎女孩 他们的名字分别是克瑞·杰克逊和布瑞尔·杰克逊 两个人在预产期的前12周 于纪念医院里提前出生 因为出生的时间太早 两个小婴儿的身体极其虚弱 他们出生时的体重甚至都不到一公斤 若是不好好照顾和辅助必要的医疗手段 很可能撑不了几天 根据医院里重症监护的规定 两个女婴儿分别被放在单独的保温箱里 并且安排专属的医生看护 而之所以这样安排 除了好好照顾女婴儿 也是为了避免婴儿们之间互相感染的可能性 从出生的第一天起 姐姐克瑞就在医生的治疗下逐渐开始增重 令人欣慰的是 克瑞的身体状况非常稳定 每一天都在稳定发育中也让医生和父母看到了曙光 但遗憾的是 她的双胞胎妹妹布瑞尔的状况却不是很好 甚至还一度变得很差 虽然有医生的贴心治疗 但始终没有好转 一段时间过后 布瑞尔的情况仍在家中 不但医生们束手无策 父母也是担心的不行 在那段时间里 布瑞尔的身上伴随着疼痛 日子非常不好过 每天都在大哭 哭父母也跟着泪流满脸 看着饱受痛苦的女儿 父母们渐渐陷入了绝望 而就在布瑞尔的情况变得危急时 有一位名叫盖尔的医生 决定尝试一种与众不同的方法 看看对布瑞尔的身体是否有用 在第一时间请示了双胞胎父母之后 这对父母也同意了 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更好的办法 他们当然愿意为了让孩子变得更好 而尝试任何事情 随后 这位医生把健康一些的姐姐克瑞 抱进了妹妹的保温箱里 让姐妹俩待在了同一个地方 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 没多久就发生了奇迹 当克瑞靠近了布瑞尔之后 原本一直放声大哭的布瑞尔 居然开始平静下来 她的各项指标也在神奇的恢复中 而接下来 发生了更加令人震惊的一幕 只见姐姐克瑞的小手突然伸了出来 并且拥抱了她的妹妹 就在这时 布瑞尔的心率几乎立刻稳定下来 体温也恢复正常 如果不是照片和录音设备 人们可能不会相信这一切 看到这一幕的每个人都哭了 从此之后 两个女孩被留在了一起 尽管空间有限 但她们都开始发育得更快了 特别是妹妹布瑞尔 表现出了更加明显的好转 事情曝光之后 曾有网友称拥抱小妹妹的那一刻 真的可以被称为拯救之拥抱 在布瑞尔好转之后 又过了一段时间 完全健康的女孩们都出院回家了 随后 媒体的报道引起了相当多的关注 以至于海蒂和保罗 也就是这对著名婴儿的父母 为了摆脱记者 甚至不得不更改 他们的电话号码 而达达之后 那对还小的姐妹 不仅总是睡在同一个婴儿床上 甚至还试图彼此依偎在一起 父母为他们深厚的亲情 和健康的身体而高兴 杰克逊姐妹和他们勇敢的医生 在医院创造了历史 医院记录层显示 盖尔是第一个把双胞胎放在一起的人 而且在那之后 医院还做了很类似的研究 也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结果 事实证明 双胞胎从未感染过自己的兄弟姐妹 相反 他们之间只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待到双胞胎17岁的时候 记者终于再次找到了这家人 发现女孩们都长得很漂亮 也很聪明 而且即使多年后 当他们的父亲向记者展示 曾经那张姐妹俩拥抱的照片时 她的眼里仍含着泪水 这一切宛如发生在昨天一般 而那张姐妹俩拥抱的照片 似乎是在拥抱着每一个人 也提醒着我们需要彼此相爱 除了这件事 下面我们要说的是来自韩国的一件事情 这是一次有些人发起的社会实践 事发时正是寒冷的冬天 有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 在夜晚独自来到一家紫菜包饭店 但是在店里坐下之后 老人始终只是盯着柜台上方的菜单 并没有立刻走上前去点餐 好像身上带的钱并不多 果不其然 只见老人有些尴尬地掏出了一张纸币 就这么茫然无措地继续看着菜单 眼中充满了无助 挣扎了好一阵子之后 老人才不好意思地招呼店主 询问自己能否指点半份紫菜包饭 因为自己带的钱实在不多 根本不够 买一整份 听到老人这话的其他客人 还有些意外地看了老人一眼 此刻的老人心中很是紧张 与此同时 无助的眼神中也充满期待 很希望店主能同意自己的请求 好在店主也并非是不讲理的人 看到老人如此可怜 店主也是打破了店里的规矩 第一次给客人上了半份餐点 很快就给老人端了上来 而就在此时 老人身边的一位顾客 注意到了老人的状况 而且老人的电话响了起来 是他的儿子打来的 远在外地打工的儿子 是询问老人最近过得怎么样 为了不让儿子担心 老人在电话中对儿子谎称 自己过得很好 而且此刻正在吃着山珍海味 非常美味 儿子听到这里也是放下了心 得知父亲过得很好 儿子随即就挂断了电话 可刚挂完电话 老人就再也控制不住情绪 旁若无人地在店里 眼面痛哭起来 看起来十分伤心 听到老人对话的其他客人 开始往老人的方向看去 特别是坐在老人身边的那位 察觉到老人的意状之后 这位顾客立刻走到老人身边 询问你还好吗 看到老人还有些没缓过情绪 这位顾客就转身走到柜台前 不知跟店家说了什么 但随后就为老人端上来一碗热腾腾的食物 原来是为老人买吃的去了 此外还有另外一位客人 当即掏出了自己的钱包 并且点了几张纸币到了老人的手中 老人面对陌生人的慷慨 一时间还有些不知所措 也在第一时间要拒绝陌生人的好意 但这位顾客始终都是笑着说没事 连番劝老人一定要收下 更令人感动的是 这位递钱的顾客 还表示在看了老人的处境之后 也是突然想到自己的父亲 并感慨到自己这个做儿子的 肯定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好 这个故事虽然只是一个社会实践 但他却让我们发现了人性中的美好 并为之感动 希望这样的好心人越来越多 也希望大家能够善待自己的家人 让他们在老去之后 可以老有所依 过得健康平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